欢迎继续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大败菊》 作者吴小波 演播启宽 张海是近30年中国企业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1974年 他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 他的一位小学老师评价他说 仗着小聪明喜欢撒谎 而且撒谎从来不脸红 上初中时 张海突然开了天眼 成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神奇少年 有人亲眼看到他 把一片大的冬青叶子含在嘴里 过一会儿树叶自动变小 而且轮廓保持不变 甚是奇妙 1992年5月 刚满18岁的张海在湖北京门 创办了一个藏密健身中心 半年之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设立了 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 张海出任所长 有宣传报道称 六岁时的他就在班禅喇嘛的安排下 到青海 拜在密宗夏琼寺夏日东活佛的座下 后入西藏 受到红白花教上师们的衣钵真传 这些神呼吸神的传说将开封少年张海 包装成了有神秘背景的神童 在他的左右开始聚集起一群虔诚的信徒 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商业伙伴 1995年起 张海南下涉足上海 他入主了一家名叫凯蒂投资公司的企业 然后在1998年 以关联交易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中国高科 他后来曾颇为得意的说 我25岁时担任了中国高科董事长 当时是国内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我们很多董事都是大学的校长 其后 他又先后染指申南光 炒作银鹤投资 进入方正科技 申天马 菲亚达A 申大通等上市公司 短短几年内 在灰色而惊险的中国资本市场上 构筑起了一个威名赫赫的凯蒂系 与唐氏兄弟的德龙系 吕良的中科系等 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几大股市庄稼 张海进入建立宝 并不是一个预谋中的事件 2001年12月下旬 他从广州到上海办事 在飞机上无聊的翻阅报纸时 突然看到建立宝的股权即将转让的报道 飞机一降落上海 他当即买了一张回程的机票 匆匆赶往三水市 张海的出现 让心有不甘的三水市政府 如遇旷世之音 尽管所有的人都对他的年轻难以置信 可是他所代表的凯蒂系 和中国高科却是如雷贯耳 他给出的名片上 更有一个接一个的显赫头衔 东方时代投资公司董事长 中国高科董事长 方正科技董事 香港康达控股董事长 香港惠德基金董事局主席 深圳义仲和投资公司法人代表 纯厚而心急的三水市政府官员们 实在分不清楚 眼前这个年轻的神秘人物 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不过 他的背景和开出的条件是让人满意的 张海承诺 按李经纬的出价收购 而出面的公司将是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一家纯种的国有企业 于是 谈判在一切都看上去很美的氛围中 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着 2002年1月14号 在三水市政府承诺 一周内筹租前就卖给经营团队的第六天 正在四处筹措资金的李经纬突然被紧急召到市政府 他的屁股还没有坐到椅子上 市长就开口告知他 这事已经定了 我们现在决定把建立宝卖给浙江国头 1月15号 在三水的建立宝山庄 一场仓促筹备的签约仪式在众目睽睽下举行了 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头转让建立宝75%的股份 坐价3.38亿元 在仪式上 功败垂成的李经纬如一匹被遗弃的老战区 默默地坐在会场一角 难掩一脸的落寞神情 第二天 他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的照片 被刊登在国内所有的新闻网站和财经媒体上 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这也成为李经纬最后一次悲怆亮相 从此 这位个性开朗 很喜欢跟年轻记者交朋友的老者 再也没有在公开的媒体上说过一句话 李经纬的厄运还没到头 在签约仪式举行后的第九天 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 亲属吉波120 送他到广州空军医院急救 医生立即为李经纬 实行脑内血肿碎溪排空术 当天就把脑内的鸡血全部抽出 自此 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房 举国之内 对他同情之声大起 2002年10月中旬 病榻上的李经纬 收到一纸通知 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37次会议通过决定 以涉嫌贪污犯罪为罪名 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检察院的立案案由是 身为受国家机关 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无视国家法律 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 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 侵吞国有财产 331.88万元 李经纬团队中的四位副总裁 其中三人相继被双规 拘捕 以人出逃国外 至此 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的 建立保产权交易事件 以李经纬的涉嫌犯罪 而尘埃落定 无论如何 没有人愿意去同情一个贪污犯 然而 让人难解的是 一直到五年后的2007年年初 检察院一直都未对李经纬 正式提起诉讼 李经纬的彻底出局 似乎让很多人大大的出了一口气 三水市政府官员认定 张海是最最合适的收购者 市长助理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 不卖给张海们还能卖给谁 在可选择的买家范围内 他们是最好的买家 而市长则颇有点轻松地说 政府目前已经全部退出建立宝 建立宝以后的行为均是企业行为 和政府没有关系 现在轮到年轻的张海来操盘建立宝了 需要交代的是 尽管这位神奇的法师 深绕无穷的光环 可是他却没有钱 浙江国头是他控制的方正科技旗下的一个机构 自己已经是烂债缠身 难以自保 根本不可能拿出那笔收购资金 不过他好像一点也不畏惧 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时候 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全天下的钱都是我的钱 你说我的资本有多雄厚 根据他跟三水师政府签订的协议 3.38亿元可以分三次付清 第一次的出资是一亿元 为了这个一亿元 张海找来了一个名叫祝维沙的商人 此人曾创办玉星电脑 在香港上市时融到一笔钱 后来公司业务萧条 信仰佛教的他追随张海成了一个资本吵架 在一次对张海的评价中 他认为张海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十个人之一 他则自称是全中国最善良的人 在祝维沙的协助下 他们质押一笔国债 获得了一亿元的短期融资 而这笔钱的拆借期 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据知情者后来透露 当张海拿到建立宝的资产调查数据时 仰天大笑说 三个亿就是单买下一座建立宝大厦也值得呀 况且他仅凭着一笔 只有一个月的短期拆借款 就一口吃下了庞然大物般的建立宝 其以空博大的豪胆 实在是令人惊叹 饮料是一个现金流很好的行业 建立宝此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每年仍有三十亿元的销售额 也就是说 每个月最起码有超过两亿元的现金进账 所以就财务而言 擅长资本运作的张海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把一亿元的首付款给消化掉 而从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 从来没有实业运作经验的张海团队 绝没有长久经营建立宝的打算 谁都看得出来 建立宝是一个被人为纠纷 折腾到谷底的优质公司 只要能让其在市场上重振雄风 就一定可以卖出一个惊天好价格来 所以张海后来的所有举措 都是以此为逻辑起点的 可惜 他对品牌经营和实业运作 实在太没有经验了 以至于随意挥霍 爆点了天物 法师张海 在建立宝的所有经营决策 都可以以一言蔽之 步步凑齐毁天物 他走的第一步凑齐 就是唾弃建立宝品牌 他嫌这个品牌太老土 原有的城镇市场没有价值 所以他生造出一个 时尚而新锐的第五季 要忠心开花 主打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群 殊不知 广袤的城镇市场 却是最肥的一块肉 建立宝多年以来 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 靠的正是这个天地里的 魔水效应 而在那几个中心城市 却拥挤着众多的跨国品牌 竞争空前激烈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中国饮料公司 显有成功的先例 以宗庆后这样的营销奇才 也只是挤进挤出 了无战绩 一直到2004年之后 猛牛伊利等纯奶公司 靠垄断的奶源优势 才稍稍站住了脚跟 张海以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品牌 像愣头青一样 扎进这片光鲜而又惨烈的红海 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 他走的第二步臭棋 是唾弃建立宝 现有的营销团队 在李经纬制内 由于击沉多年 整个营销团队 确实有老化和涣散之鱼 舞弊吃回扣之风蔓延 但是整支队伍 还是能争善战 颇为齐整 张海上任之后 认定这群人都已经废掉了 于是一刀砍下去 辞去八成老营销员 同时大量招聘年轻大学生 他更认为 建立宝原有的市场理念 是座商 现在应该学习可口可乐的模式 对渠道和市场 进行精细化管理 这样 营销队伍 一下子从原来的五百多人 扩充到六千多人 营销成本陡增数倍 许多新手像蜜蜂一样的 奔赴全国市场 除了卖力的张贴海报 安装凉棚之外 百无一用 他走的第三步臭棋 是迷信广告 追求轰动效应 他花上千万元 拍摄精美的广告片 聘请日本广告公司 代理广告业务 在媒体投放上 一致千金 一次在广州日报上 投放广告 短短五天内 就做了16个整版 密度之大 令人咋舌 2002年4月 中央电视台 进行世界杯广告的招标 喜爱足球的张海 以3100万元 拿下了标王 引起了轰动 在郑州的第五季新品推介会上 他更是放言 今年至少投入1.5个亿的广告 要在全国撒下天罗地网 有广告业人士戏称 李经纬办建立宝 明明是政府的钱 他还省着不肯打广告战 轮到张海了 明明是他口袋里的钱 却花得比谁都不知道心疼 2002年8月28号 他包下亚洲最豪华的邮轮 处女号 邀请全国300多家经销商 和数十家媒体记者 游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张海在鲜花和掌声中 亲手拉响了启航的汽笛 828启航极尽奢华 一次活动就耗资超过300万元 为了让第五季一炮走红 他一次性采购了500台送货车 和5万台电冰箱 还在订货会的现场 准备了奔驰轿车和别克商务轿车 作为抽奖的奖品 这些促销行动看上去轰轰烈烈 但在具体的扑货 理货以及经销政策的制定上 却没有一项做到了实处 最终导致 虽然广告攻势凶猛无比 一时间无人不知第五季 可是在店铺里却看不到产品 在北京市场 当建立宝花费3100万元 来购买世界杯广告播出的一个月后 有人向广东要货 得到的回答居然是 北京地区的销售体系还没建好 还要再等几天 他走的第四步臭旗 是多品种至上 没有主打重点 第五季系列走的是多元化之路 凡是当时饮料市场上流行的概念 从茶饮料 纯净水 矿泉水 到果汁 碳酸饮料 无所不包 品种多达30多个 在第五季首战未竭的时候 他又突发灵感地推出了爆裹器 试图一下子把市场打透 这种没有重点主推的营销方式 让所有的广告都绽放成了绚丽 而没有着落的烟花 一年市场打下来 上亿元的广告费花出去 却没有人说得清楚 第五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饮料 他走的第五步臭旗 是邯郸学部 沉迷足球营销 张海酷爱足球 建立宝也有赞助足球的传统 这倒是一拍即合 2002年底 建立宝集团宣布 正式入主深圳足球俱乐部 张海亲自出任董事长 之后 足球队的每一场比赛 他逢赛必到 从不缺席 2004年6月 亚洲杯足球赛开期 张海从4月份开始 就不管经营事务 一场不落地看球 因而被其他董事 讥笑为玩球丧志 他还十分热衷于 参与足球界的各种口水风波 宣布要发动一场 与中国足协相抗衡的足球革命 以敌清足球圈内的不正之风 在他任内 建立宝在足球上 共花了5000万元 他的这些足球营销 尽管也在各类媒体的体育和娱乐版面上 出尽了风头 可是 对产品销售却毫无注意 与当年李经纬的大手笔相比 更是有云泥之别 他走的第六部臭旗 是借建基地之名 在操重组就业 资本运作出身的张海 很快发现 建立宝要扩大产能 就必须在各地建立灌装基地 而这正成了他操作资本重组游戏的最好筹码 从2003年开始 他相继于湖北的双环科技 甘肃的西北化工 江西的华裔压缩等上市公司 洽谈收购事宜 无一例外的是 上述企业都是陷入经营困境的空壳公司 而张海的收购条件 均是承诺在当地 建造一个投资不低于1亿元的 建立宝健康产业园 这些项目耗取了张海无数的精力 但最终均无功而返 这六部臭旗 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归纳 中国的饮料市场本来就高手如云 竞争十分激烈 出招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被寄警的对手抓住机会 一击而溃 而像张海这样挺胸蛮行 不必见错的豪杰 却已经是多年不遇 第五季在2002年度 成为饮料行业最大的笑料 之后的两年里 建立宝的销量一直徘徊在30亿元上下 可是运营成本 却远远高于李经纬的时代 其品牌力的丧失和人心之换攒 更是一个让人后怕的事实 那些跟着法师张海入局建立宝 梦想着靠出售建立宝 大赚一票的吵架 眼看着这个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实在不中用 便开始了新的谋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